来看台北有男子和朋友到万华的茶室吃饭 途中冤家路窄遇到欠钱不还的仇人 于是双方是相约到店内来谈判 最后乔布拢爆发了肢体冲突 直到警方到场才化解 而事后双方也决定撤稿 小吃店前一伙人聚集在门口 其中一名男子示意朝对方攻击 但没想到反而先被推倒在地 旁边有人看不下去也一起加入战局 不过这次有人打得更凶 不仅出拳攻击被逼到墙角的男子 还不断用脚踹 这二打一的局面惊动到小吃店员工和客人 纷纷跑出来查看到底怎么了 原来这伙人晚上八点多都刚好来到万华的阿公店 怎料冤家路窄遇到欠钱不还的仇家 双方就到店内开始瞧欠的钱该怎么还 重回事发现场可以看到万华这区开了很多间茶室 而男子刚好就是这里的常客 所以他就和被害人相约在这商讨债务 根据了解过去姚姓男子曾借钱给薛姓被害人 却迟迟等不到对方还钱 没想到日前债主和黄姓寄姓友人到茶室外形况时 巧遇欠债的薛姓男子 双方债务桥不拢大打出手 警方获报到场后才终于化解冲突 不过他们在公共场合打架其实不构成刑法妨害秩序罪原因就在这 欠钱还钱天经地义但债主用这种方式讨债也有错 双方冷静过后决定撤告结束这场闹剧 记者洪超纯简证书台北报道